这个军队呢 他有一个这个单位呢 叫文工团 这文工团我也熟 这就神了啊 我跟这戏中的事全熟 这文工团啊 他这名我们现在张嘴就说文工团 对不对 你天天听着说海征文工团 空中文工团 全总文工团 煤矿文工团 还有总政治部文工团 这文工团全称是什么意思呢 是文艺工作团 他最初啊 附属于军队 据说我们在红军时期 就有这种股东队了 那就是我们的文工团的前身 文工团啊 军队这文工团分三个等级的 第一个大等级呢 就是最高的是总政文工团 是隶属于总政治部的 第二等的呢 就第二级的呢 就是大军种的 比如海军文工团 空军文工团 他实际上叫海政 叫海军政治部文工团 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他不能不是叫海军 空军啊 就空政文工团 海军 海政文工团 对吧 第三级呢 就是各大地方 地方部队的啊 排序的 你比如战友文工团的 北京军区的啊 这个广州军区文工团 大概就是这么个排序 空政文工团呢 你想想我从小空军大院长大 后来去了空军总医院 后来去了空军武器干校 空军武器干校里就有一大波 空政文工团来的人 所以我的14岁到16岁 在东北武器干校的年月里 那时候空政文工团的 至少有百倍十人 都在东北武器干校里 所以我对文工团的很多生活呢 就特别熟悉 你比如方华中有一个场景啊 大卡车啊 那种卡车呢 不是完全裸着 后面有一个帆布棚子 后面是空的啊 露着没有门啊 坐在上面 转场 这种事我就经历过 很多很多次 还就是跟空政文工团的 话剧团的 这个出去演出 当时呢 空政文工团有个演员 叫鸾景泉 鸾景泉呢 当年 我14他27 他找我 因为我没说我个儿长得高啊 个儿高有一好处 被人当大人 他找我 他就问我啊 他说你你愿意愿意去跟我们演出去啊 我觉得演出有意思啊 首先是这个能看见漂亮女孩 尽管那些女孩我都叫阿姨啊 我管她叫叔叔啊 你知道 在部队里是这样 只要你看见解放军 全得叫叔叔 我那时候都14 5岁了 这个管这个20几岁的人叫叔叔很正常 现在就岁数差的就小了嘛 差十几岁 差13岁啊 当时呢 他说那咱就出去演出 就带着我就出去了 我多年以后啊 我一直这个鸾景泉啊 鸾景泉老师呢 是这个第一个拉我上台的人啊 你看这个人生都得有这机遇 我在十几岁时候就上过台啊 所以我后来还比较适应上台呢 可能跟这个早期的教育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我回到北京以后呢 就跟他就断了联系 多少年我对他打听这人 就找不着 我去到空众文庚团问 问谁都说没这么个人 我说不可能没这么个人 我不可能记错了 我什么记性啊 我能忘了吗 结果就找不着 后来有一天我在家里看电视 突然看到中央台有一个节目叫 等着你啊 泥萍这个主持的 就是帮你找人 然后我一下心里就动了一下 我就给泥萍打一电话 我就说 我说我想找一人 你能帮我找吗 他说太好了 我来帮你找 结果我就告诉他了 那个编导就是跟我联系嘛 我就告诉他我要找人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一说 结果他就让我去做那个节目 我去做那个节目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新生的感受很奇怪 因为我跟他分就是分手都40年了 然后当那个山大门打开的时候 我看着这个我记忆中的解放军叔叔啊 阮景泉老师站在那 向我走过来的时候 就是你想一个人40年不见 而且你心中有这个人 他走出来的时候 那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那时候我就随着啊 这个空中公团呢 就是在邻区啊 东北邻区 转来转去的演出 一演出就几个月 几个月呢 我记得有一次啊 就是演出完了转场 每次演出完了都要转场 转场的时候 这一卡车上面 就是中间确实就是那道具箱 跟电影中 跟方华中的一模一样 就到道具箱 然后人都坐在两侧 那天特别冷 就特别冷 冷得大家都受不了了 怎么办呢 就把道具箱打开以后 把道具的衣服往身上穿 谁逮上一件就一穿 当然每个人基本上都拿自己的衣服嘛 这个日本宪兵啊 日本鬼子就自个儿把自个儿衣服穿上 李铁梅把自个儿的衣服披上去 当时我呢 有一个场景让我记忆深刻啊 就这李铁梅穿上这衣服以后 跟那日本鬼子开玩笑 他这一开玩笑吧 我就愣了啊 我当时认为这日本鬼子就是鬼子啊 这李铁梅就是李铁梅 他俩开哪门的玩笑 都是杀父之仇啊 他在这个转场奸续中开玩笑 那时候我小啊 我就十四五岁看着都比较犯愣啊 就觉得心中很怪怪的 这种感觉持续了很久 那么你知道我们的文工团啊 这个上前线呢 或者是到这个战场上去慰问呢 这历史上有这个传统啊 我们都知道五几年啊 新中国刚一建立的时候呢 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的时候 当时中国最有名的这些演员 全去了前线 比如连阔卢先生 头把的银先生说像的 还有关学曾先生啊 就是你们现在最喜欢的 那个那个小女孩 叫关小彤的爷爷 那时候这个全国人们都鼓着劲 上前线这个去宣传 当时呢 就是这个相声界啊 相声有个小蘑菇啊 就是常保坤先生就牺牲了 五一年啊 就牺牲了 牺牲在回祖国的途中 我告诉你啊 这个战争没离我们多远 我们这一代人 上面 我爹那一代战争中走过来的 九死一生啊 我爹一块出来当兵39个人 阵亡37个 阵亡比例非常大的 所以他们来谈生死 跟我们谈生死 完全是两种感觉 我们看谈生死叫矫情 人家谈生死叫感受 那一代 我上面那一代人 我爹的所有的同事 当年的都是从战争走过来 都经历过生死 没经历过生死 你不可能走到新中国解放 我18岁那年呢 第二次下乡 我们那时候觉得当兵是一个 人生的最光荣的时候 只不过我当时因为 各种原因没当成这兵 就下乡了 第二次下乡呢 从地理位置上讲 我比我们 大稍微大一点的 这个孩子们都比较幸福 就是当时呢 我们按初中论 那时候毕业都不按高中论 都按初中论 我们算七一届 这个 六七六八六九三届呢 全部都下乡了 你可以看到 凡是六 1967年 68年 69年 初中毕业的人 全部下乡了 北京地区 比如比较多的是 去内蒙 去内蒙的 去陕西的 去云南的 去这个东北的 都有 那么后面这两届 就是七零届 七一届 这两届呢 由于连续的 知青的下乡呢 就城里缺人嘛 所以大部分人都分到城里 但我们不行 因为我们都有各种问题啊 所以到了1973年的年底 我18岁那年呢 就下乡了 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温泉 就现在叫一个温泉公园 当年就叫苏加陀公社 我们现在公社这种编制都没了 现在叫这个乡 乡 乡里 比如村还叫村 那时候村都不叫村 村叫大队 叫大队 我们去了一个苏加陀公社 西小营大队 当时苏加陀公社呢 是中国知青最多的一个公社 有一千多知青 那么温泉啊 温泉公园 你今天看已经好 哎呀 这地儿这么漂亮 是个公园 你们想想怎么这么美的地儿 我们那时候没这么美 我们那时候这就是野地 就是我18岁以前 还是比较愿意多看看书的 就我那时候下乡已经算门毫了 我们当时很多知青啊 就是基本汉字都不怎么认的 你比如当时写检查 我记得特清纯的 知青让他念啊 拒绝 由于自己思想拒绝 贫下中东的再教育 所以犯了错误吧 拒绝俩字都不认的 只念居色 你看那绝字 他念一半叫居色 贫下中东再教育 我说这么普通字 你怎么都不认呢 他就真不认呢 那么那一代人的典型特征呢 就是他只要到了成年啊 甭说到了18岁 您到16岁 你基本上就要成为 家庭的一个支柱 你不是家庭的一个累赘 就是说你就是不挣钱养家 你也得出去找个活干 你不能在家里吃闲饭 当时那句话就是流传很广 在全中国每一个人都知道 就是说我们也有两只手 不在城里吃闲饭 这句话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呢 我们查了一下资料 它是68年的9月份 当时甘肃日报呢 有个记者 去采访 问了一个农民 农民就是最普通的中国名字 就叫王秀兰 他对 问他对上山下乡有什么感想 他就说 我们也有两只手 不在城里吃闲饭嘛 结果这句豪言壮语呢 就被当时的甘肃日报呢 这个就发表了 在头版上发表 发表以后呢 引起了谁的注意呢 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注意 所以毛主席当时就直接批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马上这个就打张旗鼓 全国范围就开始宣传 就是我们也有两只手 不在城里吃闲饭 从何小平一个人当兵的时候 我就一下想起我年轻的时候那一段 就是我今天先跟你们爆料 我曾经当过兵 我从小就是部队长大的 这很多人都知道 我是部队大院长大的 插队做过农民 后来当了工人 又到了出版社当编辑 又搞过一段时间影视剧 又自由职业 去做了博物馆 我一生中做过的事情非常多 我这当兵啊 这个当时不懂法 不懂法 所以我这兵当的呀 就是不明不白 我当兵那一年呢 是1971年年初 你知道我们国家招兵啊 都是在秋季招兵 1969年的1月到1971年的1月 这两年间 我在东北武器干校度过 我爹呢 在1970年的时候就调回了北京 奉命调回北京 那么 我还在东北啊 就是从某种讲度上讲 我顶替了他那名额 比多干一年 这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听说呢 北京很多跟我们一边大的孩子 都去当兵去了 所以我就心里很痒痒 那时候在东北嘛 天天在地里干活 也不怎么上学 就给我爹写信 就说我呢 也想当兵 那么 我就在71年的1月份 就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以后呢 我一看跟我差不多的孩子都走了 找不着人了 我就跟我爹说 我也要当兵 为什么我不能去 我爹说你首先比较小 那时候我还差两个多月啊 不满16岁 那我也闹着要当兵 那时候那兵有一词 叫后门兵啊 就是反正你有关系嘛 所以呢 我爹就帮我活动了活动 给我单独的招兵 所以你看那个何小平是单独去的 这在部队上是有惯例的啊 我呢 就体检啊 体检 发了我一身军装 我当时就没这个心啊 当时应该穿上啊 先照张相 不管真的假的 先照张相 当兵很严的体检啊 检查你的所有的生理 脱光了 全部脱光了 检查完了以后呢 发了我的背包啊 发了一个脸盆 就是那种均绿色的脸盆 那么我这段时间还被单独的叫去做了一般的训练 一般的告知 那么这个时间呢 多长时间呢 就32天 我后来为什么没去部队呢 当时赖我啊 谁都不赖 一开始告诉我呢 去杭州机场 因为我爹就是空军嘛 到杭州机场 到杭州机场的当地勤 我们当飞行员是没有资格的啊 首先 这个文化程度不够啊 另外飞行员过去国家都是这么说的 说飞行员是国家用黄金 用金子培养起来的 培养一个飞行员 尤其是战斗机的飞行员 成本非常高的 那我们这个是按照地勤去的 所以我们就要到机场去当兵 在机场当兵呢 从当兵的角度上讲应该是最好的地方 一个是吃的好 环境好 各种待遇都好 正是我准备啊 启程的时候 突然呢 接到了一个通知 就说杭州机场满额了 你看 这个电视里就有这么个情节啊 就说这个 何小平啊 头一年那个 他们那个队长不是说吗 头一年就看上他了 要不是名额满了 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结果名额满了 后来又专门去要了一个名额 才把他给招回来 这个 我想我那时候就这样啊 就多了一个名额 但这名额上哪去了呢 上海南去了 今天你一听说海南 好啊 鸟语花香啊 多好一海南啊 我在啊 1971年的时候 1971年 距今46年 46年前 我一听海南 我就晕了 我都不知道海南在哪 我当时觉得海南 就是个天涯海角 是个蛮荒之地啊 说我怎么能上那去 就有点犹豫 结果这一犹豫呢 我爹就看出来了 我爹怎么看出来了 因为我爹就是我爹嘛 他就看出来了 他说你如果犹豫呢 你不如再等几个月 这时候已经将近四月份了 说再等几个月 秋天就招兵了 秋天一招兵呢 你看咱们再选择一个地儿 我爹当时还算是 就是比较心疼我 毕竟是我亲爹呀 结果我这一犹豫就没去 没去呢 我都已经跟学校打招呼 我为什么说我上过来 因为中学呢 就是我已经到学校 跟老师同学都打招呼了 我走了 对不起你们我走了 当兵去了 结果没当成 所以就也就没回学校上学 就这一段时间就在家里混着 就等着秋天 再招兵的时候再去当兵 这时候我已经16岁了 那么秋天 我们都知道中国发生了一个大事 当时呢 林彪的飞机就掉下来了 那么军队两年之内没招兵 那我这个就彻底的啊 就彻底的歇了 当时我是不大知道兵役法 当时有人后来跟我说 说当时的兵役法规定啊 你服役超过45天就算服兵役 你这个时间32天是肯定不够的 所以呢 我的档案里就没有当兵啊 这么一说 我跟谁都没说过这事啊 就是我曾经有那么一段 很短暂的一个当兵的经历 一个人受训 一个人体检 一个人背着背包准备去的时候 临时更改了 所以后来我的人生呢 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轨迹啊 就没有再去当兵 在家待业 待了两年以后呢 就去下乡了 18岁就开始下乡 当知青啊 我认为我们16岁的时候的心智 比现在26岁的孩子还要成熟啊 所以现在有个词叫巨婴嘛 巨婴巨大的婴儿 长不大就长不起来 内心不成熟 我们16岁的时候上山下乡啊 就是去 你想我14岁就去了东北啊 15 14 14 15 15到16那一年呢 就是 你看爹都已经到北京了嘛 我们经常一个人就习惯于一个人自我主事 所以心智就很早就成熟 过去说 这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 我14岁的时候做事呢 还有一些犹豫啊 这个但是我到这个15岁的时候做事就比较坚决啊 那个时候我们在东北 随着父母呢 在这个空军的武器干校 你比如我们去拉链 比如练射击啊 练射击我在10 我看看啊 大概15 16岁的时候 我们还做过实弹射击 实弹射击 你现在想哎呦实弹射击多好玩啊 其实不是 你看很多实弹射击的时候 很多人不敢开枪 为什么不敢开枪呢 那个枪第一呢 声音巨响 我们那时候开那枪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啊 大概是那种很长的长枪 另外呢 它有极强的后座力 如果你开枪没有思想准备 有时候这肩膀撞击的很疼 所以我们去打枪的时候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把枪打出去 还有一个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打到靶子上 我清晰的记得我的第一次实弹射击啊 那时候实弹射击就给三发子弹啊 就给三发子弹 我打了二十四环 二十四环呢 是按照过去射击标准呢 为两好 平均八环啊 三八二十四 这为两好 平均九环就是优秀 平均七环呢 就是及格 那当然你要三枪都打到十环上 那你就牛了啊 那时候我印象中 所有我们去打枪的孩子 没有一个人能够三枪都命中把心 那么打枪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只要能让我们开枪了 那不就成年人了吗 我们当时还特别喜欢一件事 就最终没干成 就扔手榴弹 我们天天在那扔这个教练弹啊 教练弹 我们这种手榴弹都是过去二战 这个留下来的形态啊 不是那种球状的啊 不是你在现在的很多大片里看到的 是就是那个木饼的 木饼的手榴弹呢 那扔出去呢 就是三十米是及格线嘛 你要扔到四十五米 就是两好 六十米开外啊 五六十米开外就是优秀 像我们这种病例 当时那种年轻能扔个四十米到头了 扔不出去 但是有同学能扔到五六十米 但是手榴弹呢 这个事呢 它不能允许你去扔啊 扔十弹啊 我说的是十弹 因为这个 这个饼型的啊 带木饼的手榴弹呢 每年去十弹 这个制十弹的时候 都会出问题 就是掉到脚底下 这个手榴弹是这样啊 你把它拿出来以后呢 把后盖拧开 拧开有一层薄薄的油纸 一捅破 里头有一个环 把这环呢 套在小拇指上 它有那个弦啊 当然你胆大 你可以先把那弦拽响 拽燃了以后再扔出去 但一般人不敢呢 就套在 这个小指头上 然后抡圆了这么一扔 然后这个环 由于戴在这个小指头上 这弦就顺势就拉响了 那么各种情况都会发生 比如 往外这么一扔啊 就环从这儿吞出去了 根本就扔出去就没响 还有就是 很多人发生问题 就掉到脚底下呢 两种掉法 一个是往后一忧 就掉出去脱手 这在跟前 还有一种呢 是有的人呢 就抡圆了这胳膊 扔出去 舍不得撒手 等胳膊甩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才撒手 所以一下就扔到脚底 这时候弦都拉响了 每年都因此啊 这个发生事故 旁边都站着教练 教练都眼疾手快啊 有两种扔法 一种是旁边有那种地弹坑 先挖好的啊 就是 身一米多啊 一个圆坑 如果你一旦失手 你就掉到那 你就自个儿跳坑里 就保护住你 那么我们那时候呢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在一个巨大的深坑里扔 就是你跑几步啊 跑几步以后呢 这个把它扔出去